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黑 就拉那里 来 这小家伙羽毛现在长得很多了 很听话 害怕我了吗 主要把这个大颗粒的它还捉不住 很黏我的现在 我走哪儿它盯在哪里 不给你吃了 上来 上来 今天要跟我玩 我感觉等以后长大会飞了 它都不会到哪里去的 这等人很好玩 来 我给你拿食物去 就粘在我肩膀上今天 我让它每天在我肩膀上站一个小时 我在这边打扫卫生 都拖着它的 来 上肩膀 你别拉我身上都行 这两天还给我把手给抓破了 以后要会飞了 我就这样走到哪儿脱到哪儿 让它先熟悉我的肩膀 给它弄点吃的让它下来 来 会飞了吗 这个羽毛漏风漏成这样 让点吃的 在这里面吃好吃一点 自从给它在这边散呀 我这个地板每天都要打扫 每天都要用拖把来拖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它就给我拉到哪里都是 让我脚上踩的都是分别 刚才又拉在了这里 看 这里还有 脸毛的虫操了 我给它那里 摘到座吃一下 昨天晚上的时候 跑到那个里面去了 龙的里面 这个位置 在这里 我找半天找不到 我这是跑哪去了 这种小鸽子养起来以后 会很亲人的 它这个翅膀 也不知道 后期能不能长得漂亮一点 羽毛基本上是都长出来了 就等着然后开枝散叶了 好 特别好玩 你看看那个吃的没有扔的多 也都当我太有钱了是吧 不浪费起来了 你要是能吃呢 咱就吃一口 不能吃就饿一天 朋友们这种鸽子好不好玩 能不能感觉得到后期会很听话 飞飞飞 下去吧下去吧 烦死的 又不想在我手上一样的 吃了就忘了我了